大家好 歡迎來到第七季的《大師對談》 我是Manifred Yuen 遠民兔一位建築師 我身邊有一位建築師 大家想不到 其實Douglas Young 楊子超先生 是讀建築出身的 很榮幸今天有你在我們這個節目上 謝謝你 和我們分享關於他的作品 他的文化 以及為什麼他會由建築師 成為一個產品文化潮流的教父 我也是近期指導員讀建築出身的 在英國 之後就有練習過 又回來 那條路有點崎嶇 去到這一步 去到這一步 這麼有趣的一步 沒辦法了 一定要交代一下你的背景 你為什麼會由建築 慢慢做到一個品牌設計師 時裝設計師 然後一個產品設計師 其實都很偶然的 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開店 賣東西的 因為我一向都是喜歡建築的 一向都是喜歡設計的 不過我在英國寄宿 中學 然後讀大學建築 然後在英國有做過一段短的時間建築師 然後才回來香港 其實我是很享受的 在英國的時候 但是回來香港 覺得香港的建築有點苦悶了 因為永遠都要用盡地方 又要省錢 又要快 其實設計的東西很多時候不可以快 我不享受這種急功吉利的效果 我和我的朋友Benjamin Lau 都是有同一個感覺 他也是做建築師 他也覺得他的工作很苦悶 我們就想著 讓我們出來玩些東西 做一些跟設計有關的東西 不過不是建築 是設計一些家品 起初在1996年 是想著玩一下 想著on the side 試試做一下 玩幾年 玩厭了 就執著它 做建築 正正式式做建築師 誰知道 其實我們一玩 就玩興了 玩成功了 誰知道原來是受歡迎的 誰知道原來是可以維生到的 後來我們沒有再做建築師 就集中去教這盤生意 你是一個運用香港符號的大師 當然這個字也不足夠的 應該是你很懂得利用香港文化的大師 你是否一開始的時候 在亞利洲的時候 都已經是有這個使命感 是 其實我的使命感 就是想做一個香港品牌 我們初初老實說 我就沒有一個這樣的信心 去放很多香港元素 在這些字體上 因為其實我自己私人 我自己很喜歡儲存香港的東西 留意香港的歷史 或者是娛樂的文化 所謂文化 那時候做這件事是有些奇怪的 很多東西都是要我們自己發掘出來 或者一些東西 不是在書本上可以看到 但是要自己親身去一些 或者舊區那裡去訪問一些人 或者去拍照、度尺、畫圖 全部都要落手落腳去發掘這些 所謂的原材料 那些原材料是要自己發掘出來的 都要說一些時事的 最近很有趣的 每個人都說 香港不如每晚都放煙花 做一些行山 做很多東西去推廣香港的旅遊 但是我自己心想 其實香港很多符號 你… 不過是一一一慢慢地沒有了 有些就逼予無奈 我們招牌 我們那些… 一些叫做牌檔 幸好我也有幫到手去挽救牌檔文化 其實你… 就是發掘它本身有的一些… 叫做… 一種文化的底蘊 其實很有趣的 香港的文化 我不覺得它很多是關於… 一種美學的 開始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種實際 是… 香港人是很實際的 是的 你是解構了這些實際 那這種實際 又跟某一些更加實際的… 例如我做黃色 這樣就… 紅色 這樣就… 會… 好賣一點 因為大家覺得喜慶 都是實際的 是… 它沒有一種… 好像日本人那樣 我一定要用某一種顏色 去代表某一種… 思想 沒有 香港我不覺得是這樣 是… 你怎麼看呢 我也絕對同意你說的東西 可能日本人 每一種東西都要做得很完美 或者每一種東西的典故 是做得很足夠的 是… 但是香港人呢 有點隨便 可能幾樣東西就炒一碟 這個是… 就是很隨便 沒有那樣做那樣 很隨便 很隨意 是… 但是… 可能就是… 金工近利 可能就是… 但是這個可能就變成我們一種的文化 是… 我想傳統來看 如果用一個純粹很高深的… 就是… 美學眼光來講 去研究這件事 就覺得這些不是一個高尚的高文化 是… 可能是一些比較低級文化 但是我覺得身為香港人 我們不應該這樣看 我們應該將這件事變成一個… 由負面變成一個正面 是… 是… 就是我覺得沒有那樣做那樣 可能是一件好事來的 是… 為什麼有那樣 你還要做多一件事出來呢 就是… 創意就是要沒有那樣做那樣 沒有的東西 要將它變成有的 是… 那麼我覺得… 就是… 有時候幾樣東西撞了 出來的效果呢 是… 可以有一些火花 是… 你應該是受… 建築教育的時候呢 就是我想起 應該是80年代 是… 就是在AA 是… 葡萄牙那些這樣的… 圓圓 就… 遠風不動地擺在一個… 超級現代的建築裡面 那… 我想去運用到這種符號的一些設計師呢 一定是大師 那… 我想你一定是… 是… 明白我在說什麼的 因為這個根本就是你自己在做的事 其實我也很熟悶Rankul House 因為… 其實我覺得其中它有一件事 就是… 不是很多設計師有的 就是… 幽默… 是… 你在建築裡面可以放到幽默 不是很多的職師是做到的 是… 因為很多職師都是… 都是… 很漂亮的殺死人 就是… 壞型的殺死人 但不是… 未必是幽默的 但我覺得Rankul House 那種幽默感 我是很認同的 嗯 那你會怎麼看未來呢 我很希望香港的文化 是可以發揚出去的 這個不是靠我一個人 但我覺得香港的… 香港是真的有機會是做文化之都的 因為… 我想很可惜的是 在我們這一代的中國人來說 我們亞洲或者中國文化 不是… 受世界的普遍歡迎 嗯 很多時候… 雖然我們有… 已經有錢了 或者… 就是… 我們… 很多方面都很成功 但是… 好像中國人的所謂PR 就做得一般 我們的所謂soft power 我想你和我都在英國讀過書 是… 就是英國人已經沒有錢了 他們已經… 他們的軍隊 那些軍隊已經沒有了 但是他們都… 為什麼在世界上有一個地位呢 是… 因為他們的soft power 還是很厲害 是… 其實我們中國人的文化 的傳統都是很… 比英國人更加長遠 但是… 我們現在這一代 soft power manage得一般 變成… 不知道… 就是… 那些外國人 有一點點看不起我們 或者不買我們的思想 變成… 那些時候 我就替香港人 或者中國人 不值得了 我覺得… 在設計上… 在文化上… 可以幫助香港人 或者中國人 出一分力 就是… 在soft power上… 怎樣可以令到一些東西 是… 人們覺得… 漂亮的 覺得開心的 即是… 在一個情感的層面上… 令到一些新一代的人 年輕人… 買的 或者… 覺得正的 這個是… 我覺得… 我們做設計師 或者創作人的… 一個… 的… 崗位 這個是我們要扮演的一個… 角色 是… 這個呢… 也是我… 最終極的一個… 目標 但是… 做建築師很難 我覺得… 所以… 你可能… 已經… 超脫到那個框框 我們就很難的 因為我們… 要… 要有一個委託 那… 委託之前… 你有很多人選擇的 是吧 那… 林偉儀她都說她… 她… 有份工… 那… 她已經… 在美國… 一間事務所… 她連… project都帶進去了 是… Client都介紹給老闆 但是… 最後升職的那個… 都是一個白人 那… 這個是的 即是… 我們…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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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觀地說 我覺得我們那種… 崇洋 是我們最大的… 障礙 就是我們那個文化 我們自己對自己一種的… 看不起自己 看不起自己 我絕對同意的 其實我覺得我們應該看得起自己 因為我們… 其實都有很多些… 值得驕傲的東西 嗯 其實你們的店鋪也很美 是… 你們的店鋪也是建築設計 是… 你會不會覺得… 你會想更加多做一些關於空間的東西 我會很想的 其實… 我真的有一個心願未完的就是… 做回一張真正的建築物 因為其實我覺得… 我… 現在我的設計… 無論是袋子 或者是衣服 或者是家品 的靈感 都是來自香港文化 嗯… 我也都看得到… 建築物上… 都應該… 其實一些… 將來的香港建築物… 都應該有些… 是香港元素 是… 我覺得其中一樣的香港元素 我小時候是接觸得到的… 就是… 是… 可能… 你比我年輕了 是… 你沒見過以前的… 在油麻地看到的… 多層建築物… 每一隻窗都不同的… 是… 因為有些… 是… 是… 那我覺得香港建築物… 就是… 這些了 是… 不是由設計師… 設計的建築物… 是由住在裡面的人… 去設計的建築物… 這個… 這個概念… 對於西方… 建築物來講… 是很奇怪的… 但這個是香港獨有的… 我覺得… 那… 可能我的… 香港式建築物… 就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支架… 是令到… 那些… 住在裡面的人… 可以自己設計… 他們自己的外面… 令到他們自己… 每一個人… 都有一個… 他們自己的… 自己的身份… 但是… 都是在一個格式裡面… 那… 這個… 這個構思… 就是… 我會想做的… 但其實我覺得… 香港很多的東西… 包括大排檔… 文化… 包括… 就是… 魏雄光管… 等等的東西… 都是… 就是… 為什麼會沒有了呢? 都是因為… 就是… 話事人覺得… 這些東西好像… 很… 就是… 就是… 不文明… 所以… 但其實這些… 是… 是… 我們的精神來的… 那… 變成了… 真的很可惜… 那… 也是… 我們這些創造人… 去提醒大家… 以前原來香港… 有些這樣的精神… 是… 只不過我覺得你… 都挺孤獨… 是啊… 其實也是… 因為… 其實… 孤獨到… 我現在這個年紀… 我是找一些人… 是接班的… 但是我… 感覺上… 我做不出一個風氣出來… 很抱歉 可能真的失敗了… 就是… 香港文化這件事… 我經常都拿出來玩… 但是… 當然… 坊間都看到有… 但是好像… 不是很廣泛… 就是… 當然也都有一些人是… 就是… 學我們做的… 差不多的東西… 但是其實這個空間… 是可以很大的… 我們開發了… 我們這個地頭… 不是一定要… 是… 就是… 可以在不同的層面上… 包括飲食… 包括… 酒店… 包括其他的零售方面…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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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設計師來說 我希望可以多一點機會給他們 我們才有機會產生到下一代的成功設計師 難的 你要找一個計算任的一群團隊 他們也有決定 差點要想做才能做 這個不簡單 因為例如有很多人說 你讓學生去做一些東西 原來做都弄出來 更糟糕 你可能要找很多人去監管他們等等 沒錯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決心 覺得這是香港想成為一個社會 我總是覺得有方法會做到的 最後一個問題 你覺得你的工作 會不會在內地有更大的發揮空間 我覺得在這個 諸西閣這個地方 是嶺南文化的發源地的地方 是有機會的 因為我覺得我跟 我很多時候都有上廣州 去佛山 珠海澳門這些地方 或者深圳 我覺得其實都是自己人 我覺得我們說的 大家同聲同氣 大家的幽默 大家的性 是很相似的 我覺得在諸三角 這裡是會有機會發展的 但是我沒有什麼野心 我不是說想去到周圍 全世界都是 因為我覺得這個世界 暫時來說 對於香港 香港文化對於區來說 的認識是很膚淺的 他們真是不知道 如果你問英國 很多美國人 不知道香港是 是中國 不知道是哪裡 香港和日本 香港會不會是日本的 其中一個城市 他們是很膚淺的 你看到我最近去過倫敦 有一間所謂中國 就是外國人開的中國餐廳 是將一些 韓國、日本、中國、越南 亂炒一碟 就是那個設計 是亂來的 但是對於他們來說 是沒有分別的 都是 隨便你 但是我們相反來說 我們香港人反而還很認識 譬如美國的文化 因為透過他們的電影 透過雜誌等等 他們的傳媒很厲害 我們還知道他 多過他們知道我們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說香港品牌要去到外國 發展 去到外國要成功的 是暫時很難做得到 未必做得到 嗯 那我也是會集中 如果我想擴充 也是會回大灣區 嗯 那麼很快 我也希望在香港和大灣區 看到更多你的作品 不一定是Shops 是你的痕跡 是 多謝你 謝謝大家 我來看 我的照片 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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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來看 我來看 你 你 我來看 你 《詹詩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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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的人生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就是《詹詩邦》文化 每一套《詹詩邦》的戲 我都看過 起碼有五、六次 不是十次 十次 二十次都有 我很喜歡《詹詩邦》的幽默 而且如果我是英國人 我一定會覺得 看完這齣戲 我會很驕傲 很希望香港有一種文化的產品 是令到香港人都覺得 一樣那麼驕傲就好了